《人生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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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有一个医院 我到吉兰丹去 清清楚楚三个月 上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说 你这样子你的医院谁来管 我就跟上人讲说 我怎样怎样去交代 有人去打理 然后上人就回我说 这样子我就放心 所以你看到上人不是问你说 你怎么去救人啊 这苦难中真的先关心到 你自己的家事 所以说上人说 我们要先安我们的家 我们才能够到外面去救人 最让我能够改变的就是医疗 毕竟在这个花花世界 大家都是以物资为前提 所以说有时候 因为这个名跟利的影响之下 你就会牺牲了你的医疗道德 所以从上人开创 七家的实际医院 我们从当中可以学习到 上人的医疗人文 我们可以看到 七家医院的院长 他们能够这样子的放下身段 每年的这个仁医年会 从来没有看过哪一家 医院的院长可以上台去 表演手语啦 这样跑啦跳啦 然后他们又可以到山上去做疫诊啦 所以很多很多的医护人员 当他们去仁医年会 回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说 哇 他们不敢想象说 贵为一个医院的院长 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时候在很多很多的地方 跟国家都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上人的医疗人文 其实是我们未来医疗的一个大方向 那我回去再跟上人报告 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 推动的这个社区医疗的时候 隔天上人志工找回过后 我在祖堂那边跟上人告假的时候 上人就跟我讲说 你昨天报告的社区医疗 他说你回去好好做 所以这句话我永远记得 就是上人看到社区医疗是有需要 他才会交代我们说 回来要好好去做 才能够帮助到这些苦难的